出门旅行最重要的就是带什么样的衣服 这个问题其实很多客户也是一直在不停的问我 今天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澳洲的气候特征分布 希望对大家带衣服有值得的意义 首先需要声明一个地理学的常识 澳洲和所有位于南半球的国家一样 跟北半球的季节变化是相反的 几个重要的时间点就是中国的冬季过年的时候 澳洲就是火热的夏天 然后国内热的不行的季节的时候就可以来澳洲避暑 这可能就是澳洲跟北半球其他旅游城市相比得天独厚的优势吧 但是有一个缺点就是紫外线真的很强 在我接下来提到的哪个城市你都需要准备防晒霜 如果你忘记带了也没关系 澳洲的防晒霜都是非常便宜好用的 OK大家看一下这个气候带的分布 那个蓝色的就是热带的热带气候分布靠近赤道 大家经常去的旅游城市就是坎丝 这种气候的典型特征就是差不多只有两种天气季节 湿季和旱季 夏天特别炎而潮湿 就是晚上你洗完澡就算没有太阳 你外面走几步都会觉得又是一身丑寒 尤其是10月到12月的时候 还有就是旱季的时候比较干燥 干燥到你觉得天天最纯发感 我觉得这个好像很多女生是不能接受的 时间点差不多是在6月到8月 我个人而言的话 我更喜欢澳洲的冬天去坎丝 就是差不多6月到8月 好像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一样 冬天也是凯恩斯旅游的旺季 温度非常舒适 绝对是最惬意的时候 很多朋友会问我那冬天去拿潜水 会不会觉得冷啊 不会绝对不会 珊瑚交通水温一直徘徊在舒适的22到29度之间 所以不管任何季节去凯恩斯 你都能享受肤浅和水费潜水 所以来凯恩斯就好像国内的三亚 不管什么季节 大家尽量多带一些飘逸的裙子 和夏天的衣服 额外带一件薄外套就行 一定要带泳衣 再往下看的话就是富乐带湿润气候 大家经常会去到的城市就是布里斯班和黄金海岸 这两座城市靠的非常近 所以我选择拿布里斯班来讲 富乐带湿润气候的特征就是夏季炎热多雨 冬季温和 但是少雨 所以夏天12月到2月的最高温度也就是32.4度 春天9月到11月大家看到温度变化和分布了吗 对我们来说简直不要太舒适 绝对是前往布里斯班和黄金海岸旅行的最佳时间段 凉霜的海风 吹拂重点是舒服 但是不凉 夜晚的话舒适一人 在海边过几天慵懒的日子简直不要太舒服 而且特别适合家庭出行 这两个城市有太多适合搭人和孩子玩的项目了 至于具体有哪些 这不是我们今天视频的重点 这两个城市跟国内的厦门有点相似 就是跟国内一样 什么季节穿什么样季节的衣服就行 接下来是海洋性季风气候 最典型的城市就是墨尔本跟塔斯玛尼亚的霍巴特 我们先说谈OK的墨尔本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海洋影响较大 冬天比较温和 夏天比较凉爽 听起来很不错 年降水量较多 降水的季节的话分配比较均匀 缺点就是多云容易下雨 然后缺乏阳光 特别适合忧郁期的诗人的诞生 大家一定要注意墨尔本 如果你的行程里面包含有墨尔本的话 恭喜你 箱子里面一定需要准备最热和最冷的衣服 墨尔本就是以多边的天气文明 被形容为一日四季 夏季温暖或者炎热 春秋两季还是挺舒服的 但是要注意花粉 冬季的话风比较大 寒比较凉 大家看到墨尔本最高温度通常在1月到2月之间 干燥炎热 6月和7月是最冷的季节 10月最潮湿 最好的办法就是为所有的天气做好准备 一定要带把伞 并且需要尽量多带一件外套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跟霍巴特一对比的话 其实墨尔本的天气还是不错的 塔斯玛尼亚那只有在11月到2月才适合去旅行的一个周 所以也是霍巴特很多节庆的季节 大家看大家看到了没 平均的温度在17到23度之间 适合享受户外活动 也就是出去自驾之类的 但是一年四季还是请准备好保暖的外套和防御夹克或者雨衣 有没有觉得比墨尔本升级了 真不是跟你开玩笑 去了你就知道了 如果你的行程中有墨尔本或者霍巴特 反正都是这样的 不管什么季节都需要准备一年四季的衣服 至少一套 个人建议就是可以多带点夏天的衣服 然后至少背一套薄的浴笼或者冲锋 或者防水的夹克 至于飘逸的衣服在这两个城市就尽量算了 我个人觉得是不要因为天气的原因 神病影响你整个旅途 来对比一下悉尼的气候 我也不知道悉尼到底应该是属于负热带还是海洋气候 可能都沾上了吧 悉尼大多数情况之下的话 跟全年大多数日子都是阳光明媚 最热的夏季 12月到2月的平均最高温度是29.4度 对我们来对我们国内来说的话 应该说这是春天的气候吧 全年都可以享受户外活动和游玩的好时间 什么冲浪啊露营啊跳伞啊游泳啊都可以起来 不用担心下雨 就是准备一件外套 防止就是你玩的嗨的太晚 晚上还是有穴位有点凉的 所以悉尼穿着就是跟你在国内的秋天或者春天的穿着 差不多 早上可以飘一点 运动火热一点 晚上记得披一件外套 现在因为粉乎火起来的喜好 大家可以看到美 跟阿德莱德一样 是属于地中海气候 旁边还被半干寒气候所包围 地中海气候是一种特别奢华的气候 典型的特点就是冬季温暖湿润 夏季干燥少雨 大家的体表感觉会特别舒服 但这种气候下的城市都有一个典型的特征 就是植物种类不多 所以你会觉得阿德莱德跟PERS的绿化不是很多 因为这种气候对植物生存来说是相当苛刻的 PERS的秋季 三月至五月 还有春季 九月到十二月 都是特别适合规划旅程的季节 白天非常温暖的 晴朗 夜间非常凉爽 特别舒适一人 PERS阿德莱德和新的天气差不多 差不多 其实也是以秋天春天的衣服为主 但是不需要额外多戴外套出门 即使是晚上 最后来看看小众的景点区域 就是澳洲的沙漠地带也 这里有澳洲非常有名 也非常值得一去 甚至我觉得真正澳洲文化就在这里 这个我需要纠正一下 很多人说澳洲是没有历史的 最多也只有两百多年的殖民史 的确跟美国一样 但是在这之前的原住民的历史也是澳洲的历史和文化所在 所以你如果想要了解真正澳洲这个沙漠地区 就是你需要准备的地方 我个人建议来这个地方最好是澳洲的秋天 过渡到冬天的时候来差不多就是4月到5月会比较舒服 白天温暖不是炎热 夜晚凉爽 温差不是太大的那种 夏天的时候会太炎热 冬天的时候会很冷 一天的温差最高的时候会到28度左右 气候非常干燥 但是没有那么夸张 就是属于半干旱气候 夏天的时候的话 有些国家公园会因为太热关闭 例如像国王峡谷 甚至一直延伸到西奥利鲁金布利和乌鲁鲁鲁鲁 都会在夏天关闭 这段时间在这里的话 不吐防晒霜不戴帽子和防引网 还有水的话很有可能会脱水 但是我觉得非常值得一来 这个不用说了 不管什么季节都是以夏天的衣服为主 晚上的话温差有点大 需要准备一件薄的羽绒或者冲锋衣 所以大家可以按照自己的旅程计划 戴相应的衣服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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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